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在大陆赚了钱发了财了 因为台湾只有2300万人 任何的国际市场都没有像在大陆这样子 同文同种 就包括演艺圈的人 我们都知道琼瑶的一个小生林瑞扬 林瑞扬她跟一个女明星张萍到大陆上发展 风生水起 据说她的身家财产超过台币1500亿 如果这是事实 那都已经比台湾很多的财团家族还要有钱了 最近还有一个新闻 说他们豪值80亿台币 买下了上海黄土江旁边的震动的豪华大楼 那这个明星夫妻林瑞扬 她能够做的这么好的生意 大家也是祝福她 那他们有一个公司叫做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就是林瑞扬 她是2013年才创立的贩卖保养品化妆品 大陆新京报报道说 张萍跟林瑞扬 她的这个达尔威公司 涉嫌什么事情 结果被官方冻结财产 这个事情严重 利用网络从事传销活动 被查处 资金被冻结6亿人民币 也就是大概26亿台币 冻结她的是石家庄玉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来监管这个公司的活动 有没有不法 她是正式出来表态 她说因为收到多起群众举报她核查 所以依据禁止传销条例 在今年的6月5日 天哪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今年的6月5日 官方没有任何的公开 6月5日用涉嫌传销为由 对达尔维公司立案调查 逐级向上报备 在大陆如果立案 就是还蛮严重的 立案调查 就是有这么一回事 才会向上逐级报备 你要看得懂大陆的说法 如果查无实据 它为什么要向上逐级报备 你要知道跟台湾一样 假设是消保会 它不会系到一个区里面 但大陆每一个区 都有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然后向上就是向石家庄市报备 石家庄市再向上再去报备 他认为达尔维涉嫌利用金融机构 转移隐利涉及传销的资金 所以才向法院申请保全措施 现在还在调查案件 这是官方回应 李瑞昂的回答是 我一切守法 第二个 我感谢石家庄政府 第三 我的公司现在一切正常 所以他基本上是否认非法 我们再来看 国台办马晓光说 我们会进一步了解情况 从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 就完全是一起涉及商业的事件 与两岸关系无关 我想强调的是任何人在大陆经商 创业首先也必须应该依法 以为 牵涉司法这种事情 细节也没有办法谈 他也不是司法机关 他也不是法院 所以他说 就目前官方也回应了嘛 官方的回应是说 这是一个涉及商业的 你如果涉及传销 就是涉及商业的事件 这个事件 虽然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台湾人 可是他在大陆里面经商 那么你就遵从大陆 所有的法律跟规定 大陆的习惯是 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 大概是不会捅出来 所以我也要提醒 大陆呢 传销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不要走法律的漏洞 想要赚快速的钱 我也希望这个案子 赶快查出个水落石出 顺带一提 林瑞阳在郑州水灾的时候 捐了2200万台币援助灾民 这个事情大陆是寄的 大陆也非常感谢他 但是一码归一码 不是你捐了点钱 你就可以违法传销 传销在大陆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不要以身试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